新聞一開始來看看 台南館政府的這個館長 蘇煩地剩一禮拜就要審議嗎 不過早安館政府的辦公室 貼冠地還有基金會 突然讓減風來修飾 減風就表示要查清 南科土地開發必案 跟有這個冠廠高潔 又要等蘇煩地 貼乘城鄉處處長無心修 蘇煩地原本說要拆失控育 但是在昨晚給減風又燈了 台東變得很低調 今天再去也沒有現身 再剩一禮拜就要審議的台南館長蘇煩地 因為南科開發病案 辦公室、官司和基金會 都受到減風所燈 在這兩名手上休息 蘇煩地跟城鄉發展處處長 吳欣修兩個人都休息 我們是懷疑有縣府官員 與這個公司勾結 那層級我們現在不便脫落 但是我們不會設下任何的底線 儘管兩點多小時的問話之後 蘇煩地兩人落縮給減風請回 不過在減風又等之前 蘇煩地先去這次回標的控制 來投票都沒有啊 到現在他們都已經宣佈不來投票了 近年可以柔資說 縣政府的相關人員 那麼跟他 那麼這個是不是有牽涉行匯的問題 蘇煩地又極端的表示 減風大黨做的所長 根本是辦歷不辦拿 針對辦立不辦拿 為2012年的總統大選不及 要開始修入利盈的 那麼這樣的作為 不過原本索煩地說 有去讓收藥沒有都要去做事抗議 在叫京方請回到台東軟化 今天起訴犯地並沒有全都電驗出空議 而且官本要出席台南官後面 鄉的活動現場也沒有出現 既然台南綜合報得